5點50分 家庭的生日 大半夜準備蛋糕 還幫忙拍影片留年 就為了替自己最好的朋友過生日 兩人的好感情 從十多年前就開始 但A小姐這麼也沒想到 當時這樣憨厚的大男孩 如今會揍上外露 江西男子一家 其實在貝市大同區 少有名氣 因為父親經營印刷公司 收入相當不錯 名下又多比不動產 堪稱大同區的大地主 江西男子的父母 其實在這裡居住多年 不過由於他最近 疑似叫外頭有騙人家錢 導致最近黑白兩道都找上門 他之前在把他的公司上班 據我了解 但也沒過他 我來嚇一跳 我就覺得騙人家錢幹嘛 連家都回不了 就像任見證發 根據了解愛度成信的他 不時會向親友騙錢 漲到後到證券公司上班 卻因為一百多萬的資金缺口 還要老父親幫忙擦屁股 沒想到現在又有兩千五百多萬的債務 老父親一氣之下 直接和兒子切割關係 年紀輕輕不學好騙人錢財 自己還落得被追債的下場 如今又假貴不得 親友間的感情也全都破裂 記者黃天堯 衰環 台北報導